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进的左派怪咖 那他其实就是在3号的时候 跟范斯一起到乔治亚州 这个奥特兰大来造势的时候 又是一番这样子 这个嘲讽的言论 那所以呢现在到底这个辩论 要用谁的为主 是要以原本9月10号的ABC为主呢 还是川普提出来要用福斯 也就是说共和党他的主场来作为辩论呢 那我们看到法新社的报道是提到 这个川普表示愿意在9月4号 在福斯这边来进行辩论 那原本原定的是9月10号 在ABC News这边的辩论 所以到底是要怎么样呢 贺锦丽的团队就讲说 川普你是不是怕了呀 想要逃跑 想要这个退出一场 你原本已经答应的辩论 那他其实9月10号这一天 原本是答应好跟这个拜登的辩论 那因为现在变成了贺锦丽嘛 所以可能川普团队就觉得说 那那就不算啦 那要以他提出的为准 就是要到福斯这边来 那人家讲说 这是不是因为福斯站 比较站在共和党这一边 你认为对你比较有利 所以你不敢用这个原本ABC 答应要辩论的这个时间点 来正面交锋 正面对决呢 那的确现在贺锦丽在整体来说 好像这个民主党 大家这个全面归位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气势的确有起来 7月份的狂募 整周募资金额 已经到103亿 比起川普还多出一倍 那他在7月中的时候 才宣布要顶替拜登加入选战 短短一周就募了2亿美金 到7月底的时候 募了3.1亿美金 那整体来说换算起来 相当于是这个103亿的 这个等于说台币 那川普的话 大概是108.1亿的台币 所以感觉起来 还是略逊这个贺锦丽一些 再来CPS也有民调 那这个CPS主要调查出来 发现贺锦丽好像在全美的支持度 是算是微服领先川普 是50%对上49% 在战场周也就是摇摆周 两人算是平手五五波的局面 那他取代了拜登之后 现在目前民主党的选民 还有年轻选民 非议的选民 他们变得更加的积极 有可能会出来投票 那特别是女性的这个选民 支持他的也更多 他们认为说贺锦丽 可能比较跟他们是可以共情的 认为他们会更坚定的 获得这个贺锦丽的支持 维护他们的利益 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女性票 因此而被催出来 再来现在贺锦丽的副手 变成现在眼前 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 她到底会找谁 来作为副手人选呢 现在目前有三个人选 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斯 还有这个宾州州长 这个夏皮洛 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凯利 那到底会是谁作为副手人选呢 消息人士讲说 这些可能的副手人选会在五号的晚间 或是六号的上午 收到这个是否担任贺锦丽搭档的消息 所以现在他们这个还是保密到家 就是说这三个人会有其中一个人来出现 变成副手 那再来美国他们自己现在内部也有一些混乱 除了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几只黑天鹅之外 那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些罢工 正在进行当中 美国的东岸的港口 他们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人 可能会在这个11月总统大选之前发动罢工 一旦确定的话 美国十座最忙碌的港口 大概会有六个港口陷入停摆 那美国的路透社他们讲到说 现在要禁止自动驾驶车 使用中国大陆的软体 因为他们说又会有安全的风险 那可能会把这个资料又送到大陆去 所以他们又开始 可能又为着选举要再炒一波 这个中国威胁论 那但是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讲 他们现在有一个隐忧就是 如果川普一旦回来的话 他会不会启动一个川普2.0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 苛征非常高额的关税 60%以上的这种极端政策 这样的一个关税 那这样一旦启动的话 恐怕会点燃全球的通膨 这个恐怕是不乐见的一个情况 因为不光是中国大陆会受伤 这可能会造成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而且就是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 恐怕最终的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那不要说跟美国或是中国大陆 一层多五很高的国家 都会全面性的受到影响 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贺锦丽的蜜月期大概 他应该是今天要确认副手吧 那目前又传出那个 明尼收到的网子 说这个人有中西部老爹的味道 这讲话完全不掉书袋 就是平时的作风这样 不管 反正他今天要产生副手 然后一直到8月19民主党大会 所以他的身世 渴望卷动到8月中 我觉得川普在贺锦丽 成为那个候选人之后 感觉好像有点陷入被动 那试了几波并没有打到要害 比如说这个说他是激进左翼 可是他现在的发言 我觉得贺锦丽比较灵巧 就是他不会像拜登这样傻傻的 他就会调整 所以他讲话 你就听不出有激进左翼的味道 都是过去的例子 他当检察官的判例等等 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 每次在那边傻笑 Cackling 像一只鸭子在那边嘎嘎嘎 结果民主党巧妙的把那个傻笑 现在变成是叫做真实的笑 所以民主党蛮会做文宣的 说他就是真性情 这个本性流露 本性流露 那这方面我觉得 共和党那边也没有追及 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贺锦丽成为候选人之后 他对共和党那两个主要的攻击 我觉得有化解掉 就是激进的左翼 还有傻乎乎的在那边笑 这当然是因为他还没有碰到 最严峻的访问 所以人家还不知道他的大政方针 如果他大政方针讲得不清楚 或者凸显出程度不好 他那个笑又会被连结到 那个傻笑 可是因为还没有发生 他现在还没有正式接受专访 所以你没有见到他的底 你知道吧 当然辩论也是 如果辩论 二锦丽看起来对重大议题 有点不堪一击 那个就会连结过来 结果你就是一个左翼 所以其他问题你都不知道 那目前我觉得贺锦丽 很可能那个辩论他会逐渐 他可能会找到一种策略 就是检察官对罪犯的策略 所以他可能会去 降读川普的判决 然后当众来宣读 你就是犯这种罪 所以我是觉得川普给我感觉 在这几个礼拜来没有新招 然后他那个副手反而不断的 让人家增加厌恶感 他那个副手我真的是越看越讨厌 连我都感到讨厌 所以你这个人怎么讲话那样 然后也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那我认为贺锦丽 第一个就是川普没有新意 这会变成一种危机 就是你好像被人家挡住了你的攻势 然后你没有办法再堆叠你对他的攻击 然后贺锦丽选副手一定会加分 因为他的副手 这三个人都比范斯稳重 基本上都是中间派 那个范斯给人家感觉就是越讲越令人讨厌这样 就怎么会有人这么幼 讲话就好像一个相巴佬这样 事实上那个川普就够了 不需要你 所以我觉得川普可能要考虑 为选举加分 要挑的副手不一定是这样的人 可是他以前没有这样做 所以共和长也在酝酿这件事 换副手这样子 好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对 最近这个真的从美国媒体的报导来讲的话 这个很奇怪 就是川普的这个新闻少很多 少得非常多 大部分都在讨论民主党 而且其实大部分的现在焦点倒是集中在 就是说他的副手到底是谁 然后对这些副手 这些有支持的 有反对的 有很多这些正面的 有很多做了很深入的报导 他这几个副手 然后最重要的他们这个民主党 其实最近还有很多事在忙 就是说他们要内部举行一个线上的 党代表的一个怎么样 记名的投票 然后所以前一阵子他们就说 也不是民主党这个官方自己公布 他媒体公布说 现在这个Harris 已经大概绝对拿到了多数的民主党的这些 这些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代表的支持 应该可以明确获得提名 所以最近很多都是在报导这个部分 然后最近这个 这有关共和党 基本上就出手打了一下 这个Harris 就是贺锦丽的先生 把他先生在前一任婚姻里面的问题 拿出来讨论 可是美国事上反应非常的快 这个民主党也很厉害 立刻找到他这个先生的前任的太太 然后出来已经替他怎么样 辩护了 现在辩护 所以现在真的说实话 双方各方面在这个政策上辩论 可以说有一点休战的感觉 都是在找对方的这个窗疤在挖 那我是 我觉得美国的选举 我看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就变成成成也川普 败也川普 因为很多人本来是说不出来投票的 本来就是说民主党有很多不出来投票 现在出来投票 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说 真的是因为不想让川普出来当选总统 所以就是说出来投票会增加原因 因为他们讨厌川普 那今天就是川普事实上的话 他还是有差不多一半的选民 喜欢他 不管他怎么样 就是支持他 所以最后就是我认为最后美国选举 跟贺锦丽的因素我认为不大 就是完全在川普 喜欢他的人就欲其身 讨厌他欲其死 这个时候可能留给川普阵营的 就是说怎么样让讨厌他的人 最后也不喜欢这个贺锦丽 会发钱离贺锦丽 所以这会不会是这一段时间 整个川普阵营非常怎么叫 非常低调 非常不出声的 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吧 好 艾老师 川普现在要为他自己的判断错误 付出代价了 他最后的这 对不起 两三个月能不能够调整的过来 我觉得对川普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为什么说川普要开始付出代价 他原本认为拜登绝对会选到底 所以他认为那一颗子弹使他稳赢了 因此他就不在乎其他人的感受 他就提名一个他可以指挥控制 而且完全听他话的这个副手 那这个副手没有给他加分 现在看起来是开始减分了 那结果拜登不选了 然后贺锦丽上来了 现在对川普来讲这个太惊讶了 太错愕了 然后他接着开始在注意到他的分手 他的副手给他没有加分还减分 为什么 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一句话就代表 他已经看到问题之所在 他说总统选举 没有人去管这个副手 只在乎我 就是总统是谁 这代表什么 他已经很明确的发现 副手给他减分了 可是如果说 贺锦丽他的副手 可以给贺锦丽加分 那川普是给他减分 现在已经两个打成势均力敌了 那对于川普该怎么办 我觉得川普 如果在共和党内的民族机制 的党内的机制 他不能够让他下台 但是他可以寻拜登的案例 就让范斯自己不选了 范斯自己不选了 那当然就授权给共和党 再推出副手了 那这个是未来的可能的变数 如果这个变数一旦发生 而这一位副手 是美国人可以接受的 那情况又会转变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变化 是越来越大了 目前来说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贺锦丽他要怎么能赢 很明显的你看到 他把奥巴马的竞选团队 都拉进来了 进驻了 那进驻的目的 其实就是降低 拜登的团队的影响力 升高奥巴马的团队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个对贺锦丽来讲 是正确的 一种选战的一个打法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这个川普是老面孔 贺锦丽变成是新面孔 虽然他当过副总统 可是他当选总统 他是新面孔 那对川普来讲 怎么减少厌恶他的人 然后增大 或至少缓和中间选民 对贺锦丽来讲 怎么扩大美国的选民 更加的讨厌川普 那因为更加的讨厌川普 而不让川普赢 那么使这些原本是不想投票的人 出来投票 那未来的选举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的选举